- 等到五安 還有一分鐘 大家可以 我就稍微調查一下 因為現在 我這次來Cold Cup 看到Laraville跟Vue的社群 參加這個議程 然後發現 最後面發現我一個是講Vue有關的 所以 所以 其實大家都是寫過Vue 有在用Vue嗎 是前段工程師這樣嗎 可以幫我舉個什麼 喔 真的蠻多的 所以大家 特別的聽我這場來的 我太感動了 我們待會會講到一個 我們KBOX的年度聆聽回顧的專案 因為這個專案也是跟 Laraville跟Vue很大的源源 因為基本上它的 TestDeck就是完全Match在 這個 這個社群上 所以 但我們就是把其中一部分 Vue 跟Vue有關的 來和大家分享 好 欸 剛好開始了 好 那就開始囉 今天我們主題就是這個 動畫的魔法 AnimeJS和VueJS的結合 完美結合 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KBOX的 FrontEnd Engineer 就前段工程師 然後我叫Nono 就是 跟Chem 也很紅的那個Nono同名 但 但 好 沒這個就不提了 然後我就說 我都喜歡說自己是 具現化系的 大家有沒有看過獵人 獵人裡面的念能力裡面有一個是 具現化系的能力 啊我念能力是什麼咧 就是把 設計師還有一些 創意 都 實現做成網頁 所以就說自己是具現化系 然後我自己也養了一隻 很傲嬌的 米克思 他就是跟貓有點像 我叫他來他就不想來 那種 那種 傲嬌的米克思這樣 好 我自己有參加過鐵人賽 就是IT幫舉辦的 然後 那時候寫的是 FabricJS 就是跟Canvas有關的 算是 不是動畫的 就是跟控制Canvas有關的 那最近的話 我自己都是在探索 AI可以 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改變 就是 最近缺的GPT很紅嗎 我就是看看 這些AI的東西 可以帶給我們生活上 或者是工作上的哪些 發展 就是來探索看看 好 那我們今天有三個部分 自己有點不清楚 沒關係 我就和大家實際講一下 第一個會講 直接從我們 KABox的聆聽回顧 來探討 網頁動畫 我們可以帶來 對這個行銷 專案 帶來怎樣的效益 然後 第二個的話 就會直接來講 我們的動畫 實作的技巧 最後會講 團隊寫作中 前端工程師 可以在 團隊中 為我們團隊 做成什麼樣的貢獻 那首先先介紹一下 年度聆聽回顧 這個活動 大家 再調查一下 去年大家在那個 年底的時候 有沒有看過 這種聆聽回顧的這種活動的 的分享 IG上 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哇 還蠻多的耶 但我相信大家 可能也有看到 不只我們 連spotify也是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是 這個活動呢 主要就是把 用戶一整年的聆聽數據 然後我們就把它整理起來 然後就用各種不同的時間點 來讓幫助用戶來探索他自己 在一整年在我們 KABox的平台上 聽了哪些歌 然後我們這邊也會配合我們 行銷啊 或者是設計 出一些有趣的故事 主題故事 然後把用戶的數據 結合我們的故事 然後回饋給我們的用戶 就是用一種有聲書的感覺 讓他們去 閱覽 去靈聽 去看 就不只有聽覺上的享受 又有 視覺上 設計也很漂亮的畫面 然後還有我們的動畫 都回饋給我們的用戶這樣 你看右邊這個圖就是 是歌手小雨 他就在 IG story上看到自己的 粉絲分享他的數據 他就很開心的也 分享了他粉絲的 IG現實動態 就是對 歌手來說也是有一個 回饋在 就是 他的粉絲去看了說 他自己的 他的粉絲看到他自己 他的粉絲聽那麼多 他的歌 他就覺得很開心 他也會想要去分享他粉絲的 限動 對 就是各種粉絲的分享 就是各種粉絲的分享 我們可以一起來 稍微玩 看一次我們年度 聆聽回顧 今年做了哪些 東西 好 我 我放大 等一下 聲音 就是今年的主題 他叫 超能解放 就是他 就是解放自己音樂的 超能力這樣 然後就有一些自己 歌 聽了什麼歌啊 然後最早聽的歌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有趣的 我們KBOX提供的數據 都會回饋給用戶 然後這就是我自己的數據 前度 年度前三個聽最多的歌曲這樣 然後就是看每一瓶 都有一個小小的 小主題故事 或者是有可能幾瓶一起 合在一起 所看的 所組成的故事這樣 然後他這邊的話 就是不會只有 單純的 只有音樂 就是他自己喜歡的音樂 然後我們就加上 大家看到畫面也蠻豐富的 然後加上一些 簡單的小動畫 來讓整體 的體驗更好 不會說 只是在看一份 單純的數據 後面的話有一些是 Podcast的數據 我們也可以讓用戶 來 知道他 他聽的哪些Podcast 是最多的 然後就看到我們那個超能解放的炮炮 越長越大 因為吸收的那個 靈聽的能量 他就越長越大 他故事的一個過程是這樣 然後最後面就有一個 最後的轉場 就是你的超能炮炮 然後 越來越長大 然後就會帶到我們最後的結果頁面 然後看到最後的關鍵的數據 然後我們做更加讓用戶有更好的體驗以後呢 就是我們有發現 這個年度回顧的專案的IG的分享數啊 比去年來說 就是又多成長了 83%的分享 所以我們就發現了 我們把用戶的體驗弄得更好 讓用戶就更開心 他就更願意去 分享自己的數據 好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動畫上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動畫 我們就單純放一個內容的話 就是我們直接放一個畫面 讓用戶自己去理解 然後大家看完 就是要去理解說 上面的數據是什麼意思 看看這個是一個年度 聆聽回顧的季度的變化 就是你每一季聽了什麼歌 然後每一季 就從第一季到第四季 那我們加上動畫的話 我們可以把注意力更好的集中 讓用戶更好的把注意力集中 在我們的想呈現內容上 可以看到上面這個動畫就是用 從第一季到第四季 可以一個一個把專輯的方面翻開 然後還有一個畫線的效果 讓大家更好理解說 這是一個時間軸的順序 然後也會讓畫面看起來更豐富一點 不會說只是一個單純的報告 所以我們說 我們今天的主題動畫魔法 我們就是希望讓用戶更沉浸在 我們所說的故事裡面 讓用戶的體驗可以更好 好第二部分我們就來講一下實戰的演練 我們今天主要講的就是這個 Animate.js這個JavaScript的Animation Library 可以說是它是Animation Engine 就是它的引擎 那它可以操控的不只有 CSS、SVG、DOM、JavaScript、Object 這些都可以操作 然後它也有一些 就是它就是一些Animation Library 所以它就很多做動畫很常用的一些小技巧 像這個Twin就是補件動畫 然後還有做Stagging就是把每一個動畫都 每一個物件都有點小小錯開的這種效果 然後還有一個叫Timeline的效果 就是可以 就一個時間軸 然後你可以擠出 把很多動畫加到裡面去 然後讓它組合出更豐富的動畫 那有一些對SVG更好的操作 像SVG的Motion Path 就是可以讓你的物體 照著SVG的那個Path來移動 然後或者是一些SVG的變化 然後或者是你來控制動畫開始和結束 那我們後面再會在一起來看這些東西 然後為什麼我們在年度回過的選擇AnimateJS呢 因為我們最主要的就是 它的License在使用上 不會怕會遇到在一些商用的場景上 不會再遇到可能會有碰到License限制 這會用我們跟另外一個 大家也很常用的叫GCEP來比較的話 就GCEP的License可能你在有一些比較封閉 像我們這些要會員登錄的場景下 可能GCEP就要再去額外跟他們談授權的費用等等的東西 那我們AnimateJS就不用再考慮到這些事情 那另外一點就是有一個更小的Bundle size 因為GCEP的Bundle size大概是26KB 然後AnimateJS的話是會更輕量的 雖然它的功能上是沒有GCEP那麼完善 就是沒有那麼多動畫以外的那些Plugin等等的生態 那AnimateJS還是可以符合我們想做的那些動畫 所以我們後來也是選擇用AnimateJS來做 然後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最基礎的補間動畫 雖然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我們就稍微大家快速的看過一下 就是最基本的補間動畫 大家知道動畫是什麼嗎 就是很多畫面組合起來 就是很多個圖片組合起來 然後它就變成一個動畫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補間動畫呢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指定開始 動畫開始的狀態和結束的狀態 然後中間的那些動作它就自動透過AnimateJS 就是動畫引擎幫你直接補起來 所以就會把中間的那些小圓都會補起來 只要你決定開始和結束的效果就好 的狀態就好 那我們用AnimateJS的話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子很簡單來使用 像這樣子有指定它的起始點和結束點在哪裡 甚至是顏色的漸變 或者是它的大小的縮放 都可以來做補間動畫 好那我們就講完基本的 我們就講一些比較實用的動畫技巧 講Easing 就是非線性的動作 那為什麼我們一般在做動畫的時候 會想要用非線性呢 我們先講一下線性好了 像線性的話就是 基本上就是物體用等速度的方式在前進 所以大家就會看起來就比較呆板一點 像我從這邊走到那邊 如果我是只走過去而已 大家就覺得沒什麼 如果我是突然走到一半用衝的 大家覺得好像比較吸引人 為什麼我要突然衝出去 是不是想要去上廁所 直接 反正 就是只要我們用非線性的移動方式 就是可能會讓物體的移動更有吸引力 好如果我們把 就是我們在做動畫的時候 常常會看的這種線圖 就是我們把時間和動畫的Output都畫 時間當X軸 然後動畫Output當Y軸 然後我們就可以連出很多個 每個時間點找出每個時間的Output 然後再把它連起來 然後在線性的地方就會看起來 是一個斜線的 就是它是等速率前進的嘛 所以它就是畫出來是一個直線 那如果我們是用非線性的話 我們可能一開始很快 在一開始的時間裡面 它可能動的比較快 但到後面的時候 就會慢慢的緩緩的停下來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一個 比較像曲線的這樣子的線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更多的線 這個我們就加不一樣的eSing function 就是各種不同物體移動的方式 那其實就掌握了這個 大家有一個整理出來 大家在Google上可以去搜尋 看eSing function 應該可以看到這張表 然後這張表的話 基本上各個大Library應該都有實作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一下這張表 所以就可以在做動畫的時候 可以更方便來套用這些eSing function 我們就更深入的來看一下這張表 大概做什麼 其實這張表剛剛看了一堆東西 但其實它裡面就包含了 最主要就是eSing跟eSout 那我們先講eSing eSing的話 這種動畫動作的方式 就是你會在一開始的時候會緩進 因為eSing就叫緩進 所以你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你的速度會放慢一點 然後到最後面的那個階段 它會衝出去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後面的這些Sine Cubic,Quint 或者是 這些Elastic等等的 就是比較像是它在形容 你eSing的程度 就是你eSing會有多快 像Sing可能比linear啟動更慢一點而已 就是它的演算法實作不一樣 它就幫它取一個名字 然後像比較特別一點的叫Elastic 就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因為它是會先往回 倒退往回拉一點點 然後再這樣子彈出去 好上面其他一個七龍珠的沒有解釋到 那個圖就是 顯得像eSing 就很像那個七龍珠 集氣 集元氣彈的時候 可能要先集個三集 然後可能才花一集 才把那個大魔王秒殺 所以就是 也是用一種eSing的手法 你們一開始集得很久 演了三集 拖戲一下 然後最後一集才直接把它秒殺 好 那eS out的話 我們怎麼理解 我們其實就是eS out eS out的話 就是eSing的有點像鏡像啦 所以它就是說 在動畫結束前 才會把動作變慢 那我就 沒有再做其他的示意了 我們就直接看這個 駭客任務的這個 我不確定是基努李維哥啦 反正他的這個動作 就是我覺得很符合 eS out的一個效果在 因為他子彈射出去的時候 他要想要強調那個動畫 階段在那個 我們的李維哥上面 在閃子彈的子彈時間 所以我就覺得 欸這個就是我們eS out的 一種表現方式 然後後面的話也是一樣 你看後面的有一些Sine Cubic 那些形容其實都是一樣 那eS in out的話 就是同時緩進又緩出 所以我們中間的動作就會更快 好 那我們右邊那三排其實也是一樣 其實也是Ease in Ease out 和Ease in out的組合 但它的程度又有點不一樣 像有一些彈跳的效果啊 或者是 像一個back 就是可能會先 也是會先往回衝一點點 然後往上衝突 就往最後面的 後面的動畫到後面 還會慢慢的加速 好那我們用animate.js呢 就也可以很方便的 就簡單的來使用 這個eS in function 就直接用它上面那些表的字串 它都有內建 它也有更多進階的 建立eS in function的方法 像是用被知曲線的方式 或是你 或是animate.js也可以 幫我們給每一個時間點 就是剛剛那個time跟animation output 你在自己去說 每一個時間點的動作 要決定每個時間點的動作要怎麼做 那我們到底要如何選 Ease in function要選哪一個呢 其實我們一般在用網頁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般都會常用 就是Ease out 因為我們想要 把內容呈現在 我們把內容讓用戶抓住他的 吸引 抓到他的目光嘛 所以大家看到 記得那個李維哥閃子彈了嗎 所以我們就套用到我們的網頁上 就是用Ease out 可以讓我們的動畫 讓使用者更有吸引力這樣 那如果你想要有更豐富的動畫效果的話 你可以再想想看你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照我們剛剛講的 Ease in的話 就是集中在 目光在一開始 Ease out在最後面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你有什麼特別的目的 再來套用不同的Ease in function 然後第二點的話 就是盡可能保持一致的Ease in function 就是 像我們在做網頁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文字啊 我們不希望他每一個文字都 每一段的文字都用不一樣的Ease in function 如果這樣的話 會讓使用者的注意力不太集中 會看 讓畫面看起來很亂 那最後一個就是 希望大家就是動手 多嘗試一點 就是多做一點Ease in function 來實驗看看他的效果是什麼 或者是和別人來分享 和別人討論說 他們的回饋是什麼 大家覺得用這個Ease in function 帶來怎樣的效果 是不是適合的 好 然後我們這邊在年度回顧上 用了這樣的Ease out的效果 然後就是做這種 日出和日落的轉換 你看到上來的時候都會變比較慢 然後 然後他在要下去日落的時候 也是用Ease out 所以他一開始也會比較快 到最後面比較慢 好第二個來將Stagger 就是用多個物件 疊加出不一樣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Stagger就是一個錯開的 錯開的效果 這邊是Anime.js 他官網的一個小範例 就是他的主視覺就是這一個 就是用他的Stagger的功能 來做出這樣子 用中間的球體來 帶動兩邊球體的移動 來做出更多有趣的效果 就是讓每個物體都有點小小的Delay 就是他執行動畫時間有點 開始的時間不太一樣 然後造成這樣子 有趣的效果 然後我們看一下Anime.js 這邊要怎麼使用 這邊有一個Anime.js 就是有提供一個叫Delay的參數 你只要設定他的話 你就會在 固定時間之後 才會跳 開始進行這個動作 那我們想要讓他錯開要怎麼做呢 我們只要把 Anime.js這邊 也可以用Coldback function的方式 然後把我們每一個物體的順序 都找出來 我們就可以依照那個物體的順序 來做 對每一個物體的Delay時間 做一點小小的差異 那我們不想要那麼麻煩 自己寫Coldback function呢 那我們其實也有一個Anime.js 也有提供一個叫Stagger的 Stagger的helper function 來幫我們 直接 只要你 你抓到那一個 那一群物體裡面的東西 它可以自己幫你 做一些小小的Delay這樣 好這邊就直接來看一下 我們年度回顧上的案例 就是我們這個愛心跳出來的 的效果 可以帶出比較更心動又有趣的感覺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這個是 最久以前聽過的歌曲 然後就是配合一種 雖然是古老嘛 但是用粉紅色的 這種畫面 來帶出比較衝突的感覺 然後又有很活潑的感覺 然後最後終於要講到View 跟View有關了 就是 和View怎麼一起來使用 這邊的話 我們一般 和View一起使用的時候 我們會用 View的內建的這個 叫Transition的Component 然後它通常就是用在 只有一個Element的切換 切換時來使用 我們到時候後面會再看一些範例 使用上通常會配合 VIF和VSHOW 就是 你在一個物體在消失 和出現的時候 會做出 對這個物體做出的 可以在上面套上一些 轉場的效果 動畫效果 這樣 那一般來說 Transition 也會配合 CSS 和 Transition 或者是Animation 不過今天我們講的是 配合Animate.js 所以我們主要會用到 它的JavaScript Hook 來綁定 來綁定動畫的事件 我們就以剛剛那個 日出日落來做範例 因為它畢竟 它是一個月亮 一個太陽 所以它也算是一個物體的切換 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是在 Transition裡面有兩個Hook 一個是Enter 一個是Leave 這兩個主要的Hook 然後在 在他們 出現的時候 它就會 觸發Enter 然後觸發的時候 我們就 在最右邊那邊 可以看到Animate.js 就綁定了它 它 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做的動畫 然後要 另外一個就是 Leave Leave就是這個物體消失的時候 我們就在綁定另外一個消失的動畫 讓它下去 讓那個月亮或太陽下去 兩個其實都是綁定一樣的效果 然後來讓它們切換 那我們這邊 有一個常用的叫做 Transition Mode 就是Transition的一個參數 叫Transition Mode 那View的話 內建的話 Default是兩者並行 就是 你的物體在消失的時候 你會做動畫 然後進入的時候 也會做另外一個動畫 那它兩個 同時出現 所以我們剛剛的畫面 以剛剛太陽月亮的話 就是 日落的時候 你同時就日出 月出 月亮又升起來 所以這樣很奇怪 所以它有一個 叫做Out-In Mode 就是讓 我們動畫先結束 然後再 下一個動畫再開始進行 它叫Out-In Mode 會讓我們的轉換起來 會更合理一點 那另外一個 這個我覺得也蠻好用 因為我們這邊 年度回顧這邊 做的是很多頁面的切換 所以我們想要在 那個頁面一出來的時候 就 馬上進行這個動畫 所以這個叫Appear的參數 只要你 這個物體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你就馬上被 就會馬上執行 Animate 就是綁定的動畫 那如果我們不這樣做的話 我們可能還要在 一開始先把 那個 它的顯示 先設成False 就先 一開始先把它隱藏 那我們可能在 物件都出實化好 Amounti的時候 再把它設成False 這樣子 就比較麻煩一點 我們就不用這樣做 我們就直接設這個 Appear的參數就可以了 那 這邊的話就是 有另外一個也蠻重要 因為我們剛剛有用到這個 Transition Mode 就是 Out-In Mode 所以我們必須要讓 Anime.js 和View.js 知道說 到底說 我們的 View.js到底要知道說 Anime.js什麼時候 把動畫給畫完 然後才可以把 Out-In Mode順序接起來 因為畢竟 Out-In Mode 是View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要 讓View知道 Anime.js什麼時候 把動畫畫完 看看右邊這邊的那邊 它的hook on-enter的hook 上有一個down的 code 的一個參數 它是一個function 然後可以把它傳到 Anime.js上面的complete 來做互相的配合 就是complete的話 就是 執行說 告訴View說 我把動畫畫完了 你可以做下一件事情 好 然後其他的 其他的小技巧 就是 你可以把 transition再封裝成component 就是 再把transition再包一層 然後把 動畫邏輯都封裝在 它的原件裡面 然後就可以更好的 維護和重用 這些動畫邏輯 像我們剛剛的日月轉換 也可以把它包成一個component 這樣 那另外一個就是 transition group 就是用在 有多個elements的 切換時來使用 可能是一個列表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效果 那 因為它的參數其實就跟 transition都差不多 這邊就 沒有再多做 特別的切字 它只少了那個out-in-mode 因為 因為它是列表 所以 它是有很多格的 它不是只有一個的切換 所以就沒有out-in-mode 的這個 參數 那 它這邊的話也可以 用view來達到 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那個stagger的效果 就是我們可以在 view的html的部分 綁定了一個 就是綁定一個 data index 來告訴你們要顯示的順序是什麼 然後你在 在hook那邊綁定的時候 你就可以再 抓到剛剛的data index 然後來做出你要的順序 的差異 那這邊在做 transition group的話 也可以把 試著把那個 動畫邏輯封裝在 view的component裡面 就像右邊這邊叫做fade transition 可能就是一個 彈進彈出的一個效果 然後你想要 你現在不確定說 你到底要用哪些element 那如果你還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先用一個slot 把它放在裡面 然後讓外面 在使用的時候 自由的把 你想要把 做出fade的效果的 那些列表放進去 就可以比較自由一點 好 講到這個 最後的是 我們講animate.js 其實 它不只 可以直接 控制 綁定在element上 其實它也是也可以控制 javascript的object 所以其實view.js 也可以 animate.js也可以 直接綁定在 view3的ref data上 然後再 再讓view view去做一些計算以後 然後再綁定到 我們的html上面 然後可以達到 更多不一樣的效果 像是 我們今天這個舉例 就是這一個 剛剛看到的一個 小精靈的嘴巴 在動的效果 那 再看一下這個 因為我們一般 我們想要用 我們看到這個 小精靈在動 其實我們是想要 控制它嘴巴的角度 那 但我們在 用view的話 我們就用ref data 把角度記起來 但是 但其實實際上 我們在畫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其實不是 真的是用角度 來控制的 因為它svg 綁定上 我們可能要先把角度 再轉成 弧度 因為其實它這是一個弧度 然後它這邊 它這邊會有填滿的部分 其實是 那個 stroke width 就是它的那個 呃 邊框 然後把這邊填滿 然後其實我們是控制 它的弧度 來達到這樣子 嘴巴開合的效果 所以我們view 那邊就是來經過一層計算 我們去把 呃 嘴巴的角度 再轉成 弧度的 的那個svg的 stroke array 跟stroke offset 那 但我們animate.js 那邊控制的 還是小精靈的嘴巴角度 因為這樣子我們也 比較好理解一點 因為我們在 維護上不會想說 要看那些 那些弧度是多少 因為這樣子會 有點難記 所以 呃 就可以達到這樣子的 有趣的效果 就不只只能控制svg的element 好 然後 再更進一步就是 你可以再配合 那個animate.js 有一個motion pass 就是你的小精靈 可以讓它再動起來 就是可以走起來這樣 可以 如果你有更複雜一點路徑 你可以先把它設計好 然後讓它走起來 跟著你的svg的pass來動 好 最後趕快來講一下 我們的團隊協作 該怎麼做 我們剛剛有講到我們的動畫 因為其實我們的動畫 都是拿來加強故事和內容的 所以 我們是要 怎樣子來先來討論說 這個故事和內容 到底是怎麼出來的 呃 一開始我們在團隊裡面的話 一開始會有先一個發想 就是那個團隊發想者的一個發想 然後和其他設計啊 和我們開發端來一起討論說 我們這個 這個專案的 故事要怎麼做 然後要會有哪些的動畫 來 來輔助它 那第二個 那我們在發想階段的話 我們前端工程師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前端工程師就是 我們可以先在這邊幫他們 找出一些類似的資源 他們可能有一些想法 我們可以去 摳片上啊 或者是Dribble等等的 這些 這些有很多 呃有趣的動畫 或者設計的資源等等 來讓輔助他們來 想說我們的網頁可以怎麼做 然後或者是 直接就做POC 來讓我們的發想者 然後來驗證說 他的想法是可以達到的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可以根據主要使用的平台 因為我們是在開發的人嘛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主要的平台 來讓 幫助他們評估說 這個東西到底做出 做不做的出來 可以從效能來著手 這樣 那我們在第二個 在設計階段的時候 然後 然後設計階段 沒有這個我好像貼錯了 設計階段的話 這邊的話 我們會比較多 和設計師來溝通的是 就是 我們的物件要怎麼去切分啊 然後有些設計師其實也蠻厲害的 就是他們不只會做平面的設計 網頁設計 他也會 做出一些動態的示意 讓我們來更好的了解 這邊其實是設計的 這邊是 因為有些動畫 直接出動畫的wireframe嘛 所以我們就在討論他 可以用不同的eSing function 來做不同的效果 這樣 然後最後實作的部分 就是我們 這是我們前端工程師 會做最弱勢的部分嘛 那 這邊要怎麼做 就是我們 我們希望就是可以把我們實作的部分 把功能都切小一點 然後 然後 趕快和 發想的人和設計的 來一些 做一些統步 不要說是說 已經做一個很大一部分 然後才讓他們來看說 欸這個 這個東西是不是 和你們想像的一樣 然後 這樣到時候 等到做一大堆的時候 才讓他們發想 欸不對啊 你這個 跟我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你這樣就慘了 你這樣子 時間就會完全不夠 來重做一個新的東西 最好還是把我們 實作 功能切小一點 然後小步的前進 這樣子是比較 好的方式 我們就快速的 recap一下 就是我們動畫魔法 就是讓用戶更沉靜 在我們的故事裡面 然後我們一開始也講了 很多動畫的 可以來加強使用者的體驗 然後第二部分我們就來介紹 像animate.js的一些像 easing function啊 stagger等等的技巧 然後還有 接下來就講 view的 view在transition的 這個內建 上可以 很方便的搭配 animate.js來使用 然後也可以用 透過animate.js來 控制ref data 做出更有趣的效果 然後我們在團隊 合作中 就是我們可以幫助 發想者 收斂他們的想法 然後實作的時候 就是我們盡量把功能切小 拿出最小的成果 和團隊來同步 好 就大家就聽完的話 也可以去試試看 用animate.js和view 來做出一些有趣的故事 然後今天的demo 都會放在這上面 就是有 有用到 animate.js和view.js的demo 都會放在這上面 可以 大家可以 把簡報扣回去 然後再去點上面的連結 來試試看 那我要切囉 好 好 那就是最後宣傳一下 我們的攤位在 5樓515的那個 的 的教室裡面 然後是B1攤位 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好 然後現在沒有什麼時間 我們就看一下 有什麼問題 好的 大家看 被切麥了 大家有問題也可以 來找我 我可以 我在這附近 可以私下來找我也可以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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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私下 在一個 回復 回復 這個 那 如果是在 一個 做一個 工業 如果是要做那種 像實品那種廣告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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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 上 對 我覺得 應該 我覺得也是可以 套用在上面試試看的 因為 畢竟是我們想要把 把 用動畫來增強我們的內容嗎 如果我們可以抓住 使用者的目光 追蹤他們的吸引力的話 我覺得這些動畫效果 就是蠻值得 套用在 任何 跟行銷啊 或者是廣告上面的 的 內容上的 對 我覺得都可以試試看 好 我想問一下 在寫作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 遇過設定是 發出來的 或是 Anime.js 那你是什麼品牌 好 可以 這個問題其實 一定會遇到 因為 其實Anime.js大家看到 可能在一些 設計師 因為設計師的想法 實在是太 天馬晴空 千變萬化了 就他們 真的很有創意 我很喜歡設計師的創意 就是我們 我一開始就說 我是具現化系的嘛 所以我就覺得 既然設計師給我什麼 原本我第一時間 就是想辦法 能夠 把它做出來 讓設計師 或者是我們使用者來 來玩這個 他的設計師的想法 但如果真的遇到 做不到的話 就是 我們可能會再跟他討論說 欸 我們有沒有辦法 在床中 去做更 更簡化一點 一點點的 的做法 或者是用一些替代的方式 但 我是希望 就是設計師的 的成品 就是我們一定要 前段工程師就是要 盡可能的把它做出來 就是一個 我們前段工程師的一個 很 很大的使命這樣 對 就是可能如果 Anime.js做不出來的話 我們可能就要再想想看 用可能是用 如果他是要很複雜的3D 我們可能就會找 3JS等等的 框架來 來用看看這樣 好 有嗎 好 那就 沒有問題了 我就謝謝大家 今天的聆聽 有問題可以在前面找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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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喝兩本的 - 給我們出賣 - 給我們三杯 - 可是我幫你拍 - 好